另外来看到新世坡有线电视的公益关怀列车 是开到了中和区的建合礼 在里长江小沛的协助之下 希望能够鼓励里内需要关怀的小朋友 都能够快乐地上学为课业来努力 每个小朋友都笑得好开心 原来是中和区建合礼和新世坡有线电视公司合作 为里内的十位学童准备了图书礼券和小礼物 希望趁现在国中小学放假的时候 能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到文具店 准备一些开学时需要用到的文具 很高兴这一次我们新世坡有线电视公司 能够到本里来坐关怀列车 关怀乡里回馈社区的活动 也期盼让这些小朋友在开学的时候 能够因为新世坡有线电视的协助 让他们的文具用品可以补充也可以补助 让这些有需要关怀的孩童 受到这些企业的贡献 而趁颁发奖学金之前 新世坡有线电视也为李明介绍公用频道 以及推广数位迹象盒 希望民众都能够多加利用第三频道 让自己的生活或作品有机会上电视 活动中还有小小主持人 一起来介绍公用频道 模样相当可爱 那黄宇晨请把手记给我好不好 我们新世坡的公用频道在第几频道 第三频道 一二三个三怎么比 对这样子比好 请比出来三 其实新世坡这边真的非常高兴 因为其实姜小佩姜理长其实真的非常认真的 帮建合理所有的 无论是老人家 无论是妇女 无论是小孩 等于都是男女老少都争取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那种福利 那这次也是姜理长 特别跟那个新世坡这边做联系 他说在建合理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呢 我们希望也来托关系大家 那希望透过我们一点的企业的资源呢 能够让小朋友在开学前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些的讲座学基因 或者是一些文具的一个 协助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真的非常高兴 能够一起跟姜小佩姜理长 我们一起来合作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中和建合理里长姜小佩相当用心 办公餐或推广资源回收不遗余力 而现在又让业界有机会和礼尚合作 共同将更多的资源回馈给社会 中佳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